大家好,今天是10月6号 然后现在刚刚早上7点 其实我很早之前就已经醒了 因为我最近感觉有点感冒似的 鼻子一直就是不顺畅 然后很闷 然后再加上怀孕躺在那里 本来都特别不舒服 所以我就不想睡了 我就起来了 起来了之后 有看到外面的天 看 好好看啊 我现在在准备做早饭 我老公还没起 然后我已经开始准备做早饭了 它一般就是7点半就起来了 然后我煮了一个红豆黑米 我煮了一个红豆黑米粥 然后一会儿等这个红豆煮的非常绵软了之后 我打算放一点这个年糕 这个里面红色的这个水是我刚才泡这个红豆的那个小碗 然后把它用来放年糕 因为这个年糕是冷冻的嘛 我想让它稍微解一下冻 然后等这个红豆煮的差不多了 我把年糕再放进去 然后我刚才起来在看YouTube视频嘛 然后我看到了小高姐 她在做那个 就是她之前的视频 她做的是那个早餐鸡蛋饼 好像我看着非常简单 然后我今天早上想试一下 所以我在这儿先切点葱花 然后一会儿放两个鸡蛋 放一点面粉 然后一会儿早上坐着试一下 然后一会儿放一会儿 我们现在准备拌那个面糊 先放点面粉 这个量我是随意放的 先少来一点 然后加水 要稀一点 这样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加鸡蛋 加两个鸡蛋 然后把葱花加进去 搅拌 充分搅拌 刚才想起来 我昨天买的 在那个优购网上面买的 就是现在是十月初嘛 我又在优购网上订了一波 就是订了一波东西 然后那个我在里面买了 几根三根吧 这种新鲜的山药 上面还有很多土要洗一下 然后我想起来之后 我想把它弄一弄 然后放在这个粥里面 然后一起煮 先把它削一下皮 其实我很喜欢吃山药 只不过这边不好买 我们家那边经常会 因为我家是河南的嘛 然后那边有铁棍山药 然后早上我妈妈 有时候会煮稀饭放进去 或者是直接蒸一蒸 把山药蒸一下 然后吃 很好吃 然后把它 切成一段一段的 把它放进去 搅一搅 然后这样可能有点多 然后用一个干净的厨房纸 把它擦一下 已经有点凝固了 现在已经凝固了 然后我们把它翻面 试一下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成功啊 好像还要再等一会儿吧 因为我看小狗姐上面说的 它边缘会翘起来 可能我这个还是太 面糊还是太厚了 我一会儿再加一点水 让它再薄一点 可能就会比较好煎 也比较好摊圆 成功 成功翻面 很香的 鸡蛋和葱花的味道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 把它看能不能弄得再圆一点 看我的最后一张饼 非常圆 非常均匀 看来还是我之前 每一次咬的面糊不太够 这是我们礼拜天的早餐 这个是我煮的 年糕山药红豆粥 然后如果觉得不太甜的话 可以放一点蜂蜜 然后这是我摊的饼 虽然有点丑 但是闻着很香 我们现在要去看电影 我们要去看我和我的祖国 今天10月6号是Octoberfest的闭幕室 所以街上还是有很多人穿着那种衣服 然后去参加闭幕室 然后我们要去看电影 这个电影在慕尼黑它只有两场 就是今天的上午和下午 看电影怎么能没有爆米花呢 虽然我们已经嗓子很痛了 但是怎么能没有爆米花呢 还是要有一个爆米花的 我在等老公 他就上厕所了 爆米花 只有看电影的时候才可以吃 爆米花我可能 在国内不太吃 但是在这边 很久很久很久才看一次电影 所以很久很久才吃一次 这个是浪妈来的 M的 4块 4块4 4块 看这有没有这么一早 多少钱 我们已经看完出来了 我老公把开始的时间记错了 是10点 结果我们继承了11点 结果已经演了一个小时了 我们进去的时候 就听见同一场在那喊 我国原子弹成功爆炸了 然后我们找到座位之后 然后坐下才开始看 然后那一幕好像很感人 我们就是那个人叫什么 张义吧 那个男的 好像是什么原子弹的研发人员吧 反正那一幕 就是那一幕应该只剩一半了吧 我都没有看怎么明白 然后我边上的人都在哭 然后我在那吃爆米花 都不太明白 因为前面我们没有看到 但是后面几幕 我觉得都还挺好看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回家 哈喽大家好 今天已经周一了 然后因为外面的天特别的阴 然后还在下雨 今天倒了一个包裹 然后那个我想给大家拆一下 是最近就是 忧郁库 不是新出了那个 叫什么秋季新品吧 包裹 然后我看YouTube上面有很多 那种穿搭博主 然后我就是 有一点被烧到吧 因为本来这种秋季 就要买一些就是 就是叫什么 换季的衣服吧 所以我就看了他们的推荐 或者说叫视频之后 我就买了几件 我买的不是很多 因为就是 我感觉我现在怀孕嘛 然后肚子很大 然后对买衣服呢 有一点的要求 就是它必须要比较宽大 比较宽松 但是如果我要是买太多 这种衣服的话 等我以后生完的话 我又觉得就是就可能会穿不了 所以我就觉得现在 就也不太买很多衣服 就是现在够穿 就就行了的那种 然后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单子 就是可以方便你退货吧 第一个 打开看一下 这个第一件 反正是一个裤子 我又买了一条这个 就是这种 这种牛仔 就孕妇穿的这种牛仔的裤子 然后上面是这种 就是包覆着我的肚子的 因为现在冬天到了嘛 然后我是12月4号 就是我的预产期是12月4号 那就是这周年天再冷了的话 我需要一条就是这种牛仔裤 可以让我稍微就是里面穿的厚一点的 然后就是可以套吧 就是稍微更宽松一点 这种裤子可以穿在外面的 所以我就买了一条这样的牛仔裤 哦这是那一件羊绒的那种 是羊绒的吧 就是那个优衣裤3D 什么剪裁 然后 这一件你们知道是我看谁穿特别好看吗 是好像是生活在日本的一个博主 好像叫 我就叫 我记得叫Clear 我不知道我发的这个音对不对啊 就是我觉得它特别有气质 然后说话特别好听 非常温柔 然后我看他穿这一件羊绒衫 就是这种是一个裙子 特别好看 然后虽然我也就 也买了一件 但是我比他胖好多 但是因为它是那种裙子的嘛 然后就是也可以包住我的肚子 然后我觉得冬天穿的话 下面穿一个打底裤 然后穿一个这样的裙子 然后外面套一个羽绒服 或者是羊毛衫之类的 就是泥子大衣之类的 但是因为我们这冬天其实挺冷的 我觉得套泥子大衣 可能会有一点不太保暖 所以我可能会穿我的羽绒服 我觉得还挺好的 到室内的话把羽绒服脱掉 然后 对 就是这个 我买的是M码 就是我买的都是 比我之前要大一码的 因为我觉得 有肚子嘛 我看一下是不是羊绒的 反正它是这种3D剪裁的这个 这件我看了一下 它是100%羊毛的 100% full了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也挺保暖的 而且这个颜色也比较好搭配 然后最后一件 我给老公买了一件 那个 毛衣 就是男款的那种 这个应该不是新出的吧 我不太清楚 我就是在网上看的时候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就是这样 是这种暗红和暗 就是这种藏蓝色的 这种格子的一件 就是因为 我们皮肤比较黑嘛 然后也不太适合穿那种 比较艳的 然后它冬天 基本上就是里面穿衬衫 然后外面穿一件这种 毛衫 然后就是到办公室的话 就就会这样穿 然后在路上 或者在外面的话 外面就会再穿一件大衣这样 它经常就是这样穿 所以它就会有很多这种毛衫 然后和很多的衬衣 它就是经常这样搭配着穿 这个也是百分之百羊毛的 我觉得这件还可以吧 挺好看的 有点像 像很多那种围巾的格子的团 好啦我就买了这三件 然后现在已经12点42了 但是我还不是很饿 所以我可能会先出去一趟 买点东西 因为我们家厕所纸没有了 然后可能还需要再买一点青菜之类的 我们家边上就是超市 走路五分钟就到了 所以我每一次去买呢 就不会买太多 就是尽量想 比如说新鲜一点的吧 就是吃完了再去买这样 而且就你有时候去买的时候 也不知道吃什么 就是今天想吃什么就去买什么 就是这样 我现在去艾利卡买那个厕所纸 外面现在地上都是湿湿的 今天早上应该下雨了 但是现在已经不下了 空气还是挺清新的 但是温度很低 我买了 我不是买了忧郁库的三件衣服吗 其中一件是老公的 然后其实我还有一件特别长草 就是那一件泥子衣服 就是短款的那一个 然后但是 我觉得很好看 但是我觉得 可能不太适合我们这边 德国这边就是冬天会很冷嘛 然后它又没有春秋季 就是它没有过度 所以不太 不太穿得上那种衣服 我觉得 而且它又是短款的 就是 要是长款的可能会觉得更保暖 因为下半身可以保暖一下嘛 然后其实长款的呢 我想买那一件 就是那件蓝色的泥子衣服 但是那件蓝色的 当时我看的时候没有货了 然后我也就也没有买 可能过一段时间看一下吧 看看它还有没有货 好像那件蓝色的泥子衣服 特别火爆 因为我们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慕尼黑没有实体店 不然我就可以去试一下 看一下那件蓝色的 适不适合我 因为我觉得那个蓝色的 如果是皮肤不是很白的人 穿的话 可能会比较显黑吧 我不太清楚 然后我就只能从网上买 从网上买它是 80欧包油 但是可以退嘛 所以就只能这样 如果不合适的话就退掉 就比较麻烦 那我们先去超市吧 不太多了 只能买了 所以 非常不舒服 我认为 pps 有什么 我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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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视频的时候可以看得见 这是23厘米 感觉差不多就是有点浅的 不过这个更小 这是20厘米 感觉这个应该够用 就这个吧 还有这种方形的 方形的应该是放沙拉的吧 这边都是蜡烛好香啊 我现在不太喜欢闻这个蜡烛的味道 到了我要买纸的地方 我看一下我要买的纸 这个 买一个这个 厨房纸还有 这边全是宝宝腐蚀 好多啊 都是洗宝这个牌子的 好香 现在我现在我还用不到 走人 超大南瓜 好像是专门给 Halloween 圣诞节准备的 那个万圣节准备的 边上11元店了 所有东西都是一块钱吗 这好像是红薯 每一个上面都印着布鱼的字样 好好看的花呀 其实我身上这件绿色的衣服 也是鱿鱼库的 然后我看有一些穿搭博主 也发这一件的穿搭了 但因为我嘛 我当初买它 就是因为看它 属于很宽松的款 然后就可以帮我 一直盖到肚子下面 然后我就把它当作 那种 运动衫帽衫来穿了 今天中午呢 我主要是吃这一块牛排 我会让它温度在一百八 一百七十五左右 然后烤一个半个小时 因为我需要让它 我需要让它完全烤熟烤透 所以时间就会要久一点 但是又不能温度太高 否则 先烤二十分钟吧 先烤十五分钟 然后翻一个面 否则温度太高了的话 温度太高的话 就会把它就是烤糊了 我在里面放了一点黑胡椒 一点黄油 然后我会再煎一点小番茄 然后煮一点西兰花 当配菜一起吃 哈喽 我刚才去外面散步回来 然后吃了一个水果 吃了一个桃子 然后我现在要把我九月份 剩下的这些小票 然后就是花了多少钱 稍微记录一下 因为现在已经十月了嘛 我想把我九月的给清一下 我九月的寄到了23号 然后我这里还有 好多 就没有整理 所以我会今天把它九月份的给 截一下尾 然后十月份的开一下头 这里是十月份 我已经画好了 我一般一个月就是三个格子就够了 然后每个月会选一个颜色 这是十月份的 然后我九月份用的是这种橘色的 然后就这个橘色的这支笔 已经有一点不太显了 所以每次写的就很痛苦 然后八月份我用的是这个紫色的 对 那我现在先把我这些小票 按照日期的前后给整理一下 然后把它写下来 那我们一起整理吧 我会就是整理的时候 我会把日期写到它这个票头这里 然后就我在网上寄的时候 就比较好寄它是哪一天的 不然我还要再去下面找 然后小票我已经整理好了 然后你看我这一次有好多 有好多这个车票啊 我要看一下我九月份到底出去了多少次 我可能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要买一张月票了 看看哪个更划算一点 给大家看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我们家吃什么 这个是还是那个我之前周日还是周六来着 早上煮的那个粥 今天晚上就喝稀饭嘛 因为最近大家都是有点上火 而且有点感冒 就不要吃米饭了 有点干 然后这个桃子是乱入的 然后今天中午我不是去买了那个豆芽吗 今天晚上就吃的清淡一点 多吃点菜 来一个这个炒的这个绿豆芽 然后这个是我中午吃 还有剩下就是稍微一多个 那个西兰花把它跟这个蒜蓉炒一下 然后再炒一个这个平菇 平菇呢 还是配一点肉炒会比较好吃 所以稍微来一点点这个肉 这应该是在Leader买了有点像那种腊肉之类的 然后我怕如果光喝稀饭的话会吃不饱 所以这是我之前蒸的花卷 然后再热几个花卷以防万一 吃到一半才想起来要录一下我炒好的 这个是粗溜豆芽 然后蘑菇炒腊肉 然后这个是西兰花 然后蒸的花卷 这个是煮的这个粥 还挺好的 就ั้为你们散开了 你会儿怎么用好吃的 继续 秋那个... 今天西兰花卷